记者李立法屏东报道,无党籍屏东建议员蒋月会上午在议会质询时,因不满国民党籍建议员唐玉琴影射他担任理事长的罗腾民身杖协会畏惧合法性,速度打断唐玉琴发言,引爆双方言语冲突,大会主席周碧云斥责蒋干扰异常秩序,不尊重其他议员发言权,下令警卫将蒋月会庆祝一场, 议事一度中断,蒋月会今天上午质询县府社会处长刘美书有关身杖社团议题,认为有些这类社团,没有拿政府补助,但实际落实照顾身杖若是团体,只因没有召开礼监视会议,就被当成不合法,反观有些个人社团,只想领取政府的补助,却不做事,岂不讽刺? 当时,唐玉琴接触质询时,批捧有些人民团体,根本就不合法,却敢大放厥词,社会处若不敢处理这种社团,处长应该下台,蒋月会认为唐玉琴是在应涉他担任理事长的罗腾云身杖协会,随即在座位上反击唐的发言,引发唐玉琴的不满, 认为蒋月会干扰他的质询,请大会主席周碧云维持秩序,周要求蒋尊重唐的发言,但蒋月会持续在座位上大声回枪,引发唐,蒋两人言语冲突 周碧云见场面有失控之余,随即宣布休息五分钟,并斥责蒋月会言行失当,毫不尊重其他议员发言,下令警卫将蒋月会竞出一场,蒋月会则不满地自行离开一场,质询才得以继续进行